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安静地坐下来 开始做缓慢伸长的呼吸 放松你的脚趾 脚 小腿 膝盖 放松大腿 臀部 下背部 下腹部 将放松的感觉 带入到上背部 以及胸部 放松你的脖子 手 手掌 手肘 上臂 肩膀 放松所有的器官 细胞 放松头 脸 脸部的肌肉 现在做几个缓慢伸长的呼吸 吸气 吐气 已经准备好 要与你的大我融合 呼吸你的大我 来到你的身边 看见你的大我 是闪亮耀眼的光团 慢慢地靠近你 与你融合 感受它的光包围着你 感受你与你的大我合而为一 现在你有你大我的智慧与爱 能够帮助你 给予你以下问题的建议 现在我们要开始提问 一 什么是你下个月的更高目的 也许是下一季 下一年 身为你的大我 尽可能地说出最高的目的 以及内容 并尽可能用各种方式描述它们 你可以将答案写下来 或者是录下来 现在 在接下来的以下生活领域之中 什么是为了达成你的更高目的 你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第一个 营生 例如工作职场生涯主要活动 针对于这一个层面 什么是你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再来 物质丰盛的层面 例如金钱 物品 接着是环境 例如你所居住的空间 地点 接着是灵性成长活动 接着是安室 例如 最后一个层面是关系 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谁 你可以做什么来对他们有所贡献 这些关系如何贡献你的更高目的 对于创造你的更高目的 有没有什么是你必须放手的事 你必须做什么样的承诺来达成它呢 你如何带着更多的喜悦来创造这个更高目的 为了开始完成这个更高目的 你在下周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现在我们要来学习压缩时间 想象你明年的更高目的 想象创造这个更高目的的需要步骤有哪些 首先我们要粗略地去感觉一下这些步骤 究竟有哪些步骤需要采取呢 它们会以什么样的顺序发生等等 想象自己喜悦地采取了这些行动 每个步骤都让你变得更扩张 扩展更光明 你也许看见自己跳过了几个步骤 直接达到你的目标 现在让自己感觉 感觉这个更高目标达成时的情绪 感觉它增加了你身体中的光 对自己说 我已经创造了我的更高目的 你可以享受你的更高目的的内容 现在我们准备要结束今天的静心 请做缓慢深长的呼吸 感觉自己回到身体之内 也回到你所在的空间之中 并记住你刚才接受到的所有指引 也回 ambigu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